Hello,大家好,我是小公 好长时间没有更新视频了 看看我家梁子狗的长得好大了 狗还是那梁子狗 厂裤长还是这么长 一年都没变 这么长时间没有更新视频 是因为最近去体检 审题有点问题 检查血汤太高了 这都是凹夜和平时 生活不规律造成的 所以最近调养了一下子 这几天就是帮血汤降下来 这血汤高了 对人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平时就喜欢凹夜做视频 所以最近几天就等于是休息休息了 看看这两个小狗 给它买的馒头都不吃 有点过分了 还是老样子 有一点失误就要开干了 只要我上来拿一点失误 它两个就开始对峙了 以前是这样的 现在还是这样的 它们俩的脾气一点都没改 要是这两个是宠物狗 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关键是它俩都是土狗 脾气都很倔 两个都是暴脾气 它俩的饭 我都是一个狗一个的 都给它分开了 但是它两个还能对插起来 都看不惯对方有诗词 都想把自己的诗据为己有 这个土狗的内心还是比较知识 比较坦然的 它们土狗的性格都是形状下载的性格 比较知识 所以它们就有领地的意思 就会砍门 这样最好了 看看这只黑狗 你看看它吃饭 吃得满 头满脸都是的 都是玉米面 它这就是一边吃 它一边还要观察着对面的狗 还不欢迎泡面的食物 还想去抢 你看看 这指牙咧嘴的食物都马上都碰到我脸上去了 从它两个的这个行为来讲 这个黑狗还是厉害一点的 这个白狗一动不动 它其实看着它是在反击 其实它是吓尿了 动都不敢动 还看着我 你看看 就指牙咧嘴只是做个样子 整整的这个黑狗 整是想打 不停地往前喘 你看看 过分了 这个黑狗 只要我把这个黑狗的身子一送了 这黑狗就能跑上去咬这个花狗了 这个花狗也只是做个样子啊 如果把黑狗换起来 这个花狗就夹尾巴跑掉了 最近呢 有小伙伴们在我视频底下留言问 花胖哪去了 然后有的小伙伴在后面提哄 讲的我的花胖被我吃掉了 哎呦 也有小伙伴在后面点赞 哎呀 我看了我都晕 你也不想象这个花胖是我以前救下来的 然后呢 我排它有好多小伙伴喜欢花胖 然后呢 播放量也非常的高 啊 这也是我的一个很好的题材呀 但是呢 我再傻也不会傻到我去 把我花胖傻掉 然后去吃狗肉 对吧 这是我的胎度呀 这是我的播放量呀 也算是我的手肉呀 我去傻它 去为了吃它这个肉 然后帮我手肉 哼 给它弄掉 我不是傻吗 我要想吃狗肉 我不能买别人 别人家的狗肉吃 然后傻自己的花胖嘛 对吧 能用脑子也可以想起来 其实对我来讲狗肉呢 以前也吃过的 但是觉得和煮肉羊肉牛肉没什么区别 这么多肉我不够我吃的呀 我跑去吃狗肉 你想想 别看啊 我们家的黑黑啊 吃饭比较糊实啊 比较凶啊 但是我摸它呢 对我还是特别的温柔的啊 一点都不糊 糊实啊 不要煮人 特别的好 但是对狗的话 你看立马就泛脸了啊 它对狗 对其他的狗都不能对视啊 不能看它 不能跟它对眼 一对视它就生气了 呵呵 它知道我是它主人 它是再这么忽视 它都不会对我凶的 你看 它只会对对面的这只花狗凶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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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